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喂喂喂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十毛辉 今天我拿了一張折椅上來 我稍後就會把這張折椅放在港台旁邊 為什麼要把這張折椅放在港台旁邊 就是因為我們昨天 一萬三千名大專生在百萬大道那裡罷課 要求人大設回決議 要求梁振英出來問責 要求特區政府出來面對學生的訴求 但是當我們今早 學聯同盟和民間團隊的朋友 去行政長官辦公室 即是下面那裡 去找CY的時候 竟然就是我們拿著一本寶 一張筆 我們就是希望拿著一本寶 一支筆 就是希望邀請CY過來我們天馬公園那裡 我們已經準備好折椅給他 來跟我們面對學生 面對市民 去跟我們對話 面對我們的訴求 但是當時他給我們的回應就是 他用G4 用警察 把我們強行帶來 然後他見到我們就掉頭走 然後就是有些警察 說我們是擾亂公眾秩序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再次邀請示威 你一旦是今晚的集會 一旦是明晚的集會 過來這裡我們留一張節目給你 你跟我們學生對話 你跟我們學生聊天 你面對我們學生的訴求 接鎮已經預備好 戰書已經發給他 他夠不夠膽來回應學生 他夠不夠膽來面對這麼多位朋友 這麼多位同學的訴求 不是 他有回應的 我看新聞 他說他完全認同學生的訴求 他說認同普選就是要一人一票 選行政長官出來 大家覺得我們要普選 是不是只是要一人一票啊 不是 你認同CY的說法 我們爭取普選就是要一人一票啊 不是 CY我相信你旁邊都聽得很清楚 這裡這麼多位學生 沒有一個是覺得我們的意見和你們一樣 沒有一個覺得我們要的普選就是一人一票 就這樣就足夠了 所以希望梁振英在今晚集會的時候 或者明晚集會的時候 出來回應 我們給兩天的時間你準備 給兩天的時間你 想一想 怎樣去面對學生 怎樣去回應學生 星期四之前 希望 CY的屁股 可以坐在這張折騰上面 跟我們對話